從日本來的人氣豬排名店 銀座梅林豬排 昨天不預警宣布熄燈 剛起鍋的豬排外皮金黃酥脆 再淋上特調醬汁 讓人忍不住食指大凍 還有這道凍飯 不僅是饕客行中至寶 更是許多新族人必吃的口袋名單 如今卻驚傳熄燈 也讓民眾知乎好可惜 真的假的 好可惜喔 我覺得他的豬排還蠻好吃的說 那這樣以後豬排 可能就又要再去別的地方找了 日本高人氣銀座梅林豬排 創立於1927年 是銀座第一間豬排專賣店 其中一口炸豬排 豬排三明治和豬排定食 都廣受民眾喜愛 2020年3月進軍台灣 落腳在巨城成為當地人 最喜愛的炸豬排店 沒想到僅僅三年的時間 3月1號他們在連書 無預警公告宣布撤出 我們通常品牌台灣綠的話 都是因為回約到期 不會說廠商這邊租約到期 做一個換貴的動作 銀座梅林來台後 僅在新竹展店 洗燈後就等同於撤離台灣 突如其來的消息 也讓不少當地人相當訝異 紛紛湧入留言詢問還會在其他地方開嗎 業者也回應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很遺憾目前還沒有下一步的展店計畫 看來老饕想再吃上一口豬排 得先飛去日本 記得蔡依潔延日榮新竹採訪報導